其實分 vegetal的榨本來說 砍書的砍書比較多 相對行書 我老師 think I would like to find it 看他們太尖 其實沒有所謂 砍書的砍書有幾種 第一種是砍書 這個砍書出來後 這個位置剛好到這個位置 有些個陷了 滴上去 第二種是最後的地方 沒有人其他種 其實這種政府全部陷置到這個位置 這種就不同份量 會是結下免的 所以不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就是回顧之勢 其實他本身應該是回顧之勢 有機會回回 為甚麼呢 他專門說的恆恆 就是你應該是撇出去的 行動就行 雙起忍 生日活動 撇 briefly之後 拿回來 再帶來信勢 再帶來 這個其實有點回顧 它不是撇出去 走了 它有點流亂回來的意思 竹都是這樣的 竹子應該是撇出去的 撇了這個之後 知不離開 將子上回到這個位置 有時你可以撐住 最明顯是什麼 譬如右字或者左字 它到了這個之後 它上回到這個位置 當然你說可不可以連住 你可以的 帶好肉酸 你覺得不像個字 是吧 信勢帶過來 就好看 大字也是 在外面反手過來 反手 其實如果連住櫃應該是這樣 還有一個 譬如說大字 你可以這樣在裡面轉 這樣過來也可以 都好看 你做得多的時候 很多字都可以這樣 譬如說清風徐來 水波不興 這個徐字 這個 細心點看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撇本身 你要做得很順 這樣一撇 那蘭 也是 你去看 那楣書的來挺重的 但如果行書就輕盈些 所以寫著一撇個人字 比如說 呼字又不一樣,呼字寫時,這裡是點的,反點或反納,其實是屬於反納,納就是這樣 所以我寫的是正反多變,正是這樣,這裡是平一點,這裡是角的,重一點,突出來 反就相反,平的,這裡突出來,怎麼做到這個效果呢? 大家看著中指,其實是將紙筆的中指,稍微轉一點 用這個中指扣住,用石子都可以,轉一點,變得比較誇張 看著,是將紙筆向外面轉,很誇張 這樣就肥了,當然這樣就很肉串,但意思就是,一開始就這樣直 不不不不,到這裡,中指,重,停一停,回一回 如果你想它,黏著下面的一些字,有時候我們做快點的時候就變成這樣 正納可以處理,或者變身到這樣,等於我們寫真字的時候 那個橫話已經不是橫話,是點來的,這些變法要知道 現在的字,是平納,是春節,上星期寫的時候,這本是納刀來的,對不對? 今天星期,這樣,反了納,然後這樣,你會看到一樣東西就是 但是,如果這幾個鉤的線條,我把它連起來,是剛剛的一個弧度 看到嗎? 就像灑太極一樣的 每一個動作都是包著,很圓的 所以說你這樣,三千八個就brick dance 兩回事 下字 停頓 停 這個納刀也不同一點 沒有那麼尖 由中帶勁,很低一點 我寫一寫,比如說千秋懷寶 這個是怕大家悶,寫多句話給大家 千秋的抽字,我選擇你寫 停了,這個就是剛才說過的這裡 這是撇子來的 懷字的樹芯,學過了,對不對? 我真的選擇過來的 給你們 撇子去哪裏呢?回頭,撇子 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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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杯就一個杯子 撇子出去,可以反手進來 或者就這樣,這個位也行 三滴水 這個小燈過來的,是否呢? 昔日的識字,學過了 停,停 曼利 暈 勾的時候有力一點 稍微停一停 用筆尖 先關在中間 樹 水 這個還未夠 拿刀 異景都很好 這是昆明大觀樓上的對戀 大家可以試一試 熟一點 你明白嗎 你說你這裏開始寫 尖泡用都很好 你形態方面會更好看 對不對 後面也是 對 萬里兩個字可以寫長一點 雲山一水流 萬里兩個字 萬字本身可以寫 這個位置可以幼一點 這個寫幼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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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輕一點 輕一點 一字沒有辦法寫長一點 因為如果不是 就 先把水 先把水洗一下 先把水洗一下 用這兩個東西就沒有了 新抽鏈就不用了 冬的已經差不多了 其實 新抽都可以了 沒什麼所謂 那什麼呢 你寫香港那些都沒什麼所謂 或者一花都可以 寫自己弄 或者一花都可以 或者一花都可以 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你不是說什麼